好啦,這次就來玩這款遊戲 無路可走 這種意境 難道是史詩冒險傑作 來吧,來玩一下動作冒險 目前來看似乎 簡體中文 我剛剛好像沒有 看有沒有犯體 沒辦法跳過 喔,我的手機在震動 好吧,主角出現了 喔 Apple OK的那個商城啊 遊戲品質 真的都是上層之作 那種免費遊戲很難超越 很少啦 那這邊是移動 右邊箭頭左偏移動 其實操作方式 就把它當作NORPG吧 這邊可以自己跑耶 那我現在應該要去哪邊啊 有飯題啊 音訊 音訊 聽錯跳躍 我應該不是來這裡吧 應該到那個地方去啊 目標嗎 目標嗎 哇,怎麼突然跑那麼快 那個是可以吃的嗎 是BOSS嗎 那麼好的事情 來吧 你把它吵醒了 我手機又在震動了 我 突然好Lag喔 Lag喔 遠處還有地標 可以拉挺遠的耶 這個不能吃啊,只是射中的一個標誌 他的那個,你瞄準的時候那個框框,他會產生紅色的亮條 亮條到了以後放開就行了,招作算是相當的簡單的啦 射成這樣會升級嗎? 這面具,目前看感覺沒什麼用 誒,他怎麼自己在那邊跑? 誒,怎麼控制?沒事怎麼突然跑起來啊? 對,回來啦 不,你怎麼突然跑出來 有什麼,你怎麼突然跑出來 那個哇,你怎麼突然跑出來 所以我要到所有的紅色 紅色的那些建築物那邊嗎 有點像跑酷耶 你看 你這樣就可以直接進行攻擊耶 有Fu了喔 快到了 這個已經接近跑酷了吧 哇 沒想到有難度了 這也不好跳耶 爆我跳是因為我手心出汗了 手機在發熱 哈哈 我把他壓起來就行啦 欸?不會塞死啦 接下來要到那邊去 欸!到這裡還要再跑一次 欸!怎麼沒辦法跳 啊!俯衝的時候沒辦法跳嗎 那我走這條路是對的嗎還是錯的 欸! 欸! 他剛剛是不是要藉由射怪 然後增加彈跳度啊 好像是欸 應該不能射他 不能射不能射不能射 應該要跳起來射嘛對不對 啊算了,把他射掉 啊不行啊 看,跳起來了 欸!我怎麼跑下去了啊 靠腰 他這個俯衝 這UI設計的不好欸 他沒事在那邊衝 哇!我有點忘了我剛剛是怎麼弄的欸 不要再跑了喔 哇!射到以後按跳 哇!那那隻怪是要讓我射的啊 哇!沒想到玩一玩時間已經過那麼多了 好!這邊欸!進化了 好!射!然後再跳 嗚! 他是不是可以...他是不是可以飛人走壁啊 不行 我現在要去其他紅點點 射到以後按跳他就可以飛起來了 所以那裡開眼睛 是那裡先找一個好位置喔 摔下去會怎樣 遊戲遊玩下來算是挺簡單的啦 好啦!我們這次就玩到... 前面那邊就可以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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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那個鑰匙喔 我們來檢查一下其他的控制項 這邊有教你大概是怎麼使用的 那好像是你要把它解鎖你需要有右上方這個鑰匙 是要到其他地方去嗎 是不是要到前面那個地方 這樣子還挺快的 這邊有鑰匙啊 那我要怎麼拿到這個 這個地方我就不知道怎麼解了 這邊有鑰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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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不開啊 這邊有鑰匙啊 選項 好吧 不然就挖到這邊好了 這款遊戲的遊玩心得嘛 其實操作下來是還不錯啦 那就是在跑步自動跑步之間 這個AI設計的有點不太行 然後再來就是 他有一些解鎖成分啦 不過我還是覺得要有一些引導啊 不然像這個都要花點時間才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應該怎麼去做 那目前來看 要有頭緒 你可能大概你整個地方都要再晃一下才行 你就不知道是不是大概所有紅色地方都要去一次喔 然後也會給你一些資訊之類的 好啦 本次影片就玩到這裡好了 這款遊戲 喜歡的話可以玩玩看看喔 拜拜